你一定想不到往花生米里打入两颗鸡蛋 再用筷子随便搅一搅 出锅瞬间变成一道经典美食 很多人都没有吃过 保证你吃过一次后念念不忘 接下来就跟着视频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500克花生米 放入大碗中 我们刚买回来的花生米 里面都会有一些烂掉或者发芽发霉的花生米 咱们把它挑出来 因为这些花生米已经不能吃了 挑出来的花生米也不要丢 可以留起来喂鸡吃 全部挑干净后往里面倒入清水 然后下手将花生米搓洗一下 花生米表面难免会有一些灰尘和脏东西 所以我们要好好地给它搓洗干净 洗干净后将花生米控水捞出来 倒入漏栏中控干水分 尽量把水分控干 先将花生米摊开摊均匀 如果时间比较着急的朋友 可以用厨房纸巾擦干水分 或者用吹风机吹干表面的水分 这里尽量多吹一会儿 将花生米表面吹至没有一点水分 最后抓起一把来看一下 像这样干燥的状态就可以 然后将花生米倒入大碗中 接着往花生米里面打入两颗母鸡蛋 然后用筷子充分地搅拌均匀 使每一粒花生米都能裹上一层鸡蛋液 这样吃起来的口感会更好 搅匀后加入一勺食盐和一勺十三香 再次搅拌均匀 将里面的料汁搅拌至化开 然后往里面加入两勺玉米淀粉 继续搅拌均匀 让每一粒花生米都能裹上一层淀粉 淀粉咱们要少量多次的添加 这样才能更好地掌握它的干湿度 接着第二次加入淀粉 再次搅拌均匀 这样分次地加入淀粉 花生米表面才能裹粉更加均匀 而且表皮的淀粉还不容易脱落 最后搅拌至花生米不再粘连 粒粒分明的状态就可以了 接下来用一个漏勺过滤一下 抖掉花生米表面多余的淀粉 然后先放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把锅中的油温烧至八成热 放入筷子冒密集的小气泡 然后倒入裹满粉的花生米 刚下入锅中先不要搅动 等到表皮炸至定型 然后用漏勺轻轻搅动 使花生米受热更加均匀 全程开中火炸至 亲爱的朋友们 我每天都在用心的焦做菜 能帮忙给我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 鼓励一下吗 非常感谢 就这样保持中火炸五分钟 将它炸熟炸透炸至酥脆 然后就可以控油捞出来 先放入盘中备用 另起锅倒入半碗清水 再倒入一勺白砂糖 然后开中小火把白糖熬至融化 一边熬一边不停地搅动 防止糖液粘锅 一直由大泡泡逐渐变成密集的小泡泡 像视频中这样 颜色有点发黄并且糖液很粘稠就可以 然后滴入一点点白醋 加入一点白醋 花生米更容易挂上一层白霜 搅匀后先把火关掉 然后倒入炸好的花生米 撒上一把白芝麻和一把黑芝麻 然后用铲子快速地翻炒 让花生米的表面都裹上一层糖液 刚开始可能会有一些粘连 但是不要紧继续翻炒 大概翻炒一分钟左右 锅中的温度慢慢下降 糖液就会慢慢凝固 这个时候花生米就不会粘连在一起了 翻炒均匀后 就可以出锅装入盘中了 用这个方法做出来的花生米 吃起来香甜酥脆 一出锅我家孩子抢着吃 真的太香了 我们一次也可以多做一些 拿来当小零食吃也非常不错 主要它做法简单 而且比买来的还好吃 好了 有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